武汉不是挺好的吗 就是可能大家经常呆在武汉的也习惯吧 我一时之间我这种的 我去武汉去了很多次 我从一五一六年 每年基本上都会去武汉吧 不喜欢 这又热 人又多 又堵 不喜欢 就这么多城市里我还是觉得冷藏好 可能呆的时间久了习惯了吧 成都啊 成都其实我没去过多少次 成都我去过应该 总共算过来 从一五年开始算的话 应该总共去了三次 第一次去是 那时候见迷彩哥 对 见迷彩哥 我农民大姐夫还有陶哥 我们四个人三个人去见迷彩哥 然后迷彩哥刚从国外回来 在成都 然后 这个 做自己的事 也 玩了一下 然后后来 成都不止去了三次 三四次吧 然后后来跟阿富汗 还有韩悦哥一起去过一次 成都还没有重庆好吧 感觉 厦门怎么样 不怎么样 能怎么样 厦门 厦门 首先第一个 嗯 它的地理位置啊 比较特殊 环境啊 什么的也比较好 滨海城市 但是我们作为普通的老百姓 生活压力会非常的大 在那个地方 冲金冲土 上海就 其实它不比北京啊 啊 或者上海这些地方的房价便宜的 岛内的 这个岛内的厦门 就是它可利用的地方就那么大 它的楼盘会很高 而它它并且厦门这种地方的房价 应该不会降啊 厦门就是 如果说你喜欢这种大海海 海滨城市啊 然后不喜欢冬天 不喜欢冷 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发展 前提是你要有钱 相当有钱 不然你在厦门待不住的 对吧 一般人平民老百姓待不住 因为厦门就是个岛啊 那个岛就那么大 它可开发的资源跟利用的资源 就那么多 陆地资源 所以它的房价很高啊 只不比北上广差呀 厦门 厦门的真正的来源收入 它又靠这个旅游业 旅游业 你像这个前几年疫情的时候 卧槽 我们以前做这个第三次的旅 娱乐心之旅斗鱼的 在厦门做的 那时候还非常火爆啊 18年吧 然后在后面 我跟阿芬去增错安啊 这些地方 去卖昌就没有人了 全部门就关掉 因为它必须是旅游城 什么啊 就是再没有疫情啊 这种就是实施人多 那的人也多 海滨城市 海滨城市中国本身有很多 北海啊 厦门啊 以及东北的这个 一些地方 加上浙江的这个周山啊 是吧 海南啊 三亚啊 这些地方 海滨城市本来就不多 中国本本身就少 它地理位置比较优越 对吧 如果说你有个大几千万啊 七八千万 买一套房子 一千万 海滨 然后你在那边生活一样 都非常的舒服 确实没有冬天不寒冷 嗯 厦门很舒服的啊 然后各种娱乐设施啊 包括啊 海港城市嘛 啊 金出口贸易啊 他们都有做啊 都还都还可以 海鲜又便宜 你没有钱 你平民老百姓你呆得住吗 你根本活不下去啊 对不对 并不是厦门这个城市不好 而是我们普通的人 在这个地方呆不住嘛 你得挣钱嘛 对不对 你在这个地方我去了假如说啊 我能一年真的 我挣得到的钱 比我花出去的多 我就在这个地方能立得住 我如果说挣的 还没有花出去的多 那我就待不住了 我就走了 对不对 我国沿海线这么长 应该有不少的海滨城市啊 话是这么讲的 真正可开发可利用起来的 其实并不多吧 对吧 你就像海南 海南它四周都是海啊 四边都是海 它因为它是一个岛吧 但是海南整个整个海南 发展起来的旅游业 发展起来就一个三亚嘛 就他妈一个三亚嘛 现在才开始慢慢的发展什么 万宁啊 群海啊这边群海 国家每次这个计分 这个叫什么计三峰会啊 国家各国的领导人往那里去去搞 它都发展不起来 为什么 人口数量都在那里吧 对吧 在一个我们的人口 现在远远不断的在减少嘛 从可能几千万 现在降到一千万 后来现在现在像九百多万 现在都在突破七一百万了 新生人口越来越降低了嘛 人就没那么多了 海滨城市 你像厦门它就不一样 厦门它本身的地理位置 大家都要懂啊 这个就也不怎么方便讲 但是也可以讲 你要知道厦门这个地方 它自古以来 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兵家必争之地 为什么 你要懂 对吧 你看这个中国地图你就看得出来 就包括澳门啊 香港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厦门它一直自古以来 它就是发展的比较好 这种城市它发展起来 就稍微快一点 你比如张州好不好 张州也是靠海啊 对吧 那张州市 它就不怎么样 你张州海边上的一些 县啊 它靠海边呢 也在发展 但是它总是做不过那些 已经发展起来的 发展需要时间的 它需要人物理财力 对吧 当地的政府去打理它 扶持 这个它需要时间的 一天两天转换不过来的 厦门它自古以来 它就发展的很好 包括你在厦门的岛上面 你也能看到很多的一些 以前的这个设施 是吧 包括我去曾座 下面有个那个岛 叫什么来 我们那时候做节目 那叫什么 古浪雨啊 古浪雨的时候 大家去古浪雨的时候 大家就看 哎呀我坐船 来了古浪雨 就是他妈几条路 然后看一些老的建筑 没有什么可看的点 那是因为你没有文化嘛 你去了古浪雨 首先第一个你要懂 古浪雨这个岛 它以前有什么历史 有什么存在 以前被租借的时候 这上面住的是什么样的人 对吧 你了解这些东西的以后 你看到一些建筑物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些东西曾经是哪些人去建 哪些人去造的 为什么会造在这里 完了以后 你再更深层次的去有 你不是走那个 大家走到那条路 我当时 对古浪雨 我也不是特别了解 我后来慢慢慢慢的跃动了 我那些地方 刚好我走过 那时候刚好就华为手机 给我一天给 六万块钱 我华为手机 我人气最高的时候 打广告 后来给了我三万块钱 而我就一个人拿着手机 就直播在海边走 你古浪雨的岛底下 它就有这个防空基地 以前的这个防空洞 都能看得见的 包括这个打炮 都能看得见的 以前的这个 所以你到这种地方的时候 你就 你要考虑 它并不不止 只是你做那个三十块钱的串 到这个地方了以后 你感受的就是说 这个街上卖这个什么冰淇淋的那个人 转来转去的 他不是看这些东西的 你要懂 你不懂你看这个东西 很傻逼嘛 大几十块钱花过去 啥都没有看到 跟外面一样 不是的 对吧 鼓浪雨真没啥剧的 所以我你看大部很多人都会觉得 鼓浪雨没有什么剧 你不懂啊 你对这些东西了解了以后 你真的深层次的去 有鼓浪雨的时候 鼓浪雨的这个山上面 然后你就是他有一片这个十字架的这种的目的啊 你要知道底下埋的是什么人 那些人为什么会埋在这里啊 我们是通过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才让这些地方成为我们啊 啊 你把这些东西历史都读懂了 然后你再去游的时候 你就感叹 我操这三十块钱 你就花的值 如果以前的话 你可能 你把你那一条命舍 舍进去 你可能到不了这个地方 你就突然会觉得 哇 原来是这么的一个情况 懂吗 很多东西我们去去 就包括现在去 有一些 历史古迹啊 或者他需要文化的 需要你知识的储备啊 你完全没有知识储备 你去看了 人就是人 山就是山 河还是河 你读不懂那些 里面深层次的含义跟东西啊 很多东西来之不易啊 你当把你这些知识储备够了 文化底蕴够了 然后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三十块钱我 就花点实质的 这些东西不是 我用三十块钱能买的来的 以前可能要一条命 甚至几千条命堵在这里 所以才有了我今天能做站在这里 看一看这是祖国的大好和善 你就懂了 我说 知了 懂吗兄弟 古拉语 很多人都没有生存子的有 因为大家一般下了刀 然后中线一直上去 然后他上面有一些 这个我们 这个 上个世界二十年代 三十年代的一些建筑 看到了 在爱旧的时候 他妈街上面各种卖小的 卖小吃的小吃 就看到这些东西 然后回过头来 一个岛呗 海边呗 就坐车回去了 对吧 就完了 就结束了 你还能看到什么 你什么也看不到了 到你生存子的就往里面走 你看这个 到里 那些小路上面的山上面 它有一块坟地的 里面全是十字架 那底下埋的是什么 对吧 为什么那个建筑是那样的 西方的方式 完了以后 你再走到海边的时候 就放空洞 现在都还以往 用钢筋 给它拦住了而已 你就知道这个地方 曾经是很多的人去 争取过来的 你现在站到这个位置上面 其实挺难的 你像他花的不是钱 他花的是命 把这些地方抢过来 然后再你思考一下 你三十块钱 你值不值得说 你就觉得 不是三十块钱 能代表这些东西了 有些东西你花钱 你是这一辈子都到不了的 你今天能花钱 能到这个地方 你就突然就觉得 这个三十块钱 你就花得值了 就这么个意思 就这么个意思 这不是 也不是说肤浅不肤浅吧 钓了三条鲤鱼 学生哥今天去钓鱼了吗 学生哥 钓到了吗 学生哥 钓了三条鲤鱼 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我们去所有的一些 尤其我们国内 因为地域版图比较的大 存在的历史文化也比较的多 你要有一定量的知识储备 没有的话 你去过 你就是个人看人 山看山 海看海 你最后啥也不知道 看完了你就觉得不止 举个例子啊 在我们这个青海的盲癌上去了以后 在新疆的这个若羹县 在这个地方 有这个小和公主 就是以前的这个 传说中的这个叫什么 波色文化 在那边 如果说你不懂的话 你去看 你开你妈 他妈几千公里的车 或者是坐几千公里的飞机 到那个地方了 你傻子干不懂 大沙漠他隔壁 里面就博物 他你把那些读懂的时候 你知道 哇 他以前这个地方不属于中国 然后我们通过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然后一个人的尸体 能保存到那么好 完了 在这个干沙漠的地方 几千年以前 他妈的竟然有人在 并且还生活得很好 这个地方还并且 什么都好 物产丰富 矿产资源丰富 苹果 蔬菜瓜瓜 啥都应有 现在变成了大沙漠 你走到那个地方 你再回过头来一下 你再回过头来一下 他就不是几千块钱的事情了 他就不是那种 狭义上那种钱的问题了 他就是寡义上的存在 真心话 黑人一眼离婚了 黑人离婚了 管我乱死 谁跟你说你哪个离婚了 他妈一天天先下几把酒 我他妈都要哭 马上就要有小孩了 你跟我讲我离婚了 跟那个沙鼻似的 你一天天的 黑人一离婚了是 他的生活中闯入了他那个 叫什么羽毛 那个 那个烧牌嘛 你南哥身边有那种烧牌吗 不沾女色的 女人这个东西自古以来 他就是霍乱 霍乱朝纲 就是不稳定的因素 知道吧 所以你看自古以来 很多这个地方 国家跟国家打仗了 我把我家的公主嫁给你 你把你家的这个公主嫁给我的 为什么搞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 女人身边就是有那么一个 两个 你叫朱元璋的老婆 大姐马皇后一样 真正的就是说 对你好 有颜色进的 这种女人 她是有名的 其他很多的 那些除了正宫 其他都你妈 我跟你讲 就是为非力度的 只不过是没有展现出来 男人一旦着了这个道了 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 听得懂我意思吗 男人一旦一旦着了这个道了 自古以来红颜多获水 对吧 叫什么 吃个荔枝 骗这个骗那个 周幽王 从这个夏商周周潮的时候 周幽王 烽火戏诸侯 是不是 女人这个东西就是 一定要做一个男人来说 一定要把潮一个头 一旦着了这些 赤梅汪梁 这些鬼东西的道 你就废了 懂吧 因为人有七情六欲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欲 就是色欲 如果你克制不入 你有带好的能力 有带好的家产都要 钱财三斤 啥也不是 懂吧 但女人这个东西 我发现 确实是 要自己 五日三行五日 提醒自己 有的 我们可以交朋友 尽量的去原理 因为有女人的地方 就是有是非的地方 绝对是这样 自古以来 为什么人 他除了人以外 他还是个动物 动物你看 一只母鸟 在那里 两三只公鸟就过来 为了交配犬 就会去争夺去打架 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它一定会存在 所以有一些红颜祸水 一定要尽早的去原理 你像黑人艺就是着了道 四十来岁的 在我看来 我觉得他就是着了道了 现在他年轻 三十年后他还年轻吗 你现在有能力 你以后能保证 你每天都有能力 他能跟着你走 对吧 他也依然能跟着别人走 真的 不是说原配好不好 而是 你要懂一个道理哈 人我们感情这个东西 我们没有说特别假 非要原配啊或者怎么样 而是有一些道德 我们谴责的一些东西 他是不应该存在的 比如说当小三 人家有原生的家庭 我们去查一组 这个东西你就要去考虑 他为什么会当小三 是你长得帅吗 是不是有利可图 这个要考虑的这个东西 知道吧 我不是老黑啊 我就说说这个东西啊 自古以来 红颜多祸水 女人并不是说他 完全都是不好的 而是 在有女人的地方 就有江湖 有江湖的地方 就会有纷争 有纷争的地方 就容易出生 你赢了 你笑傲江湖 你输了 你他妈就成王败寇 啥也不是 到最后你啥都没有了 小孩小孩也不认理了 父母父母不认理了 包括自己的原配 你曾经能抛弃他 在你一有难的时候 他依然能抛弃你 人吧 不管你现在多么牛逼 多么高级 你最终还是一个动物 动物的本性是逃脱不了的 就是为了挣脱交配权 为了这个遗传下一代的 所有的我们的动物植物 都是一样的 弱的你就不配拥有 对吧 都没有办法的 自古以来都这样的 别说我们的平民老百姓 古代的王侯江湘 他妈的很多都逃不了 女人的这个魔爪 是不是 他就能用 这个他的这个叫什么 十六群就迷倒你 很多很多 本来能干一番大事业的人 最后都是败在这些女人的身上 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项羽 对不对 如果说项羽身边没有他那个老婆貂蝉 有可能大汉的刘邦 就不可不一定能争夺的了天下 对吧 就很简单一个道理 项羽楚爸爸能举顶的呀 对不对 顶是什么 大几千斤的东西 大几百斤的东西 他能举起来 那貂蝉你妈天天那么漂亮 是不是 为什么 不是貂蝉啊 貂蝉是吕布啊 项羽的叫西施是吧 说错了 喝了点酒 鱼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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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说的想到吕布实在去 对吧 你想嘛 项羽那个时候就是说的不好听点 武功天下敌仪的那种情况下 刘邦你妈 一个卖草席的 是不是 一个就是乡镇上面的地痞流氓 最后能把天下躲下来 为什么 他把这个女色这一块你看 当他在这个他自己的配线起义的时候 他就跟他原生他的那个寡妇 卖酒的那个 他就分离开了 这就是刘邦的高人之处 项羽就不一样了 项羽天天围绕着那个女的 你再有多牛逼的身体 再有多牛逼的劲 天天围着女的转 一天七八次 对吧 一年你算吧 一千多次 你能有多少能力 人之精华全 全没了 你还能打得动了吗 最后你就只有无讲自问 对不对 感叹世界不公 这都是他妈女人的苦果 古代 我说的不好听 我们不要看现在看未来 我们就看看以前这些前世的 你就感觉到出来 对不对 你就包括吕布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人世间如果说你长得像吕布一样 有才有能的话 你就是他妈天下第一了 就这样的软人 要武力有武力 要能力有能力的人 要天下有天下的人 要兵马有兵马的人 三性加弩 为什么 王允就把这个 貂蝉给放出来了以后 离间他跟董卓 再完了以后他要杀董卓 这一系的烧烧座 最后被 被曹操给拿下 那为啥呀 就是查尽 自古红颜多祸水 讲的就是什么道理 知道吧 诸葛亮为什么能成大事 为什么被 几千年以后还能 美名 传扬 他老婆多丑啊 诸葛亮老婆极丑啊 丑到家 知道吗 小把小舅妈修了吧 我跟小舅妈不一样 老天啊兄弟们 我们是什么 打破了封建的叫什么 就是父母亲安排这个 红莹介绍的这个关系 我俩是自由恋爱 听得懂我意思吗 我俩是谈恋爱 其实呢 向少峰他也不是 西施雕杂那种美色之人 我也不是贪图美色之人 所以我们才能结合到一起 相互包容 相互去理解体谅 然后呢经过两个人 双方的努力 一个在大西北 一个在福建大南方 组建成一个小小的家庭 现在美中不足的是什么 阿芬的腹中 没有他儿 没有狼家之后 向家之船 知道吧 所以我两个人现在尽一切的努力在近年 即使是直播工作 事业生涯 稍微的放后一点 只 就是为了去把这件东西完成 这个叫什么 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往毫里看 我们完全就是不一样 向上分长得好看吗 身高一米七还是一米八 大长腿 他不是那种人 他是过日子的人 我疲惫的时候 他能说 都我笑一笑乐意了 我想吃饭的时候他能给我做 不能说是山珍海味 最起码的 你别老佩佩佩佩 我就不好意思了 给我端个土豆丝 是吧炒个小青菜 家里的衣服 鞋子有人给我洗 这就是生活 这叫生活指导 还有一种是什么 我有才我有能 我就每天就是成立于酒色之中 酒肉铃 那就废了 所以我跟阿凤完全不一样 不知道吧 我两个人的存在方式也是不一样 欢迎彼星哥 欢迎彼星哥 真的你往古代看 你看多少啊 是不是 哪个朝代没有啊 唐朝 是不是 那就更暖了 有自己跟自己的这个叫什么 嗯 就包括五妹娘吧 是不是 这些 都是 连天下都要改名字 开玩笑 国号都要改 不是说90后全部是男生活吧 你做了 女生活吧 现在开始 我们以前就是在以前的社会里面 女孩的这个身份相对来说比较比男孩弱一点 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以前 男主外 女主内 女人无 无才便是得 你不需要去懂太多的东西 你只需要把家里面的小孩呀 老人抚养好 以前是这种周围 但是自从我们到这个时代的时候已经改变了 要讲究男女平等 懂吗 现在甚至女人的社会地位要比男人高高很多 就举个很简单的意思 咱们直播间的100个水友 你回到家里以后你老婆的社会地位一定要比你高 你老婆可以训你但是你绝对不敢训你老婆 为什么 娶不到老婆的人太多了 在一个现在的女权相对来说要比以前要稳定很多 甚至女权要高于男权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女孩子的出生率要远远比以前 现在的我们到可能70年代60年代的人依然有重男轻女的思想 就觉得家里一定要生个男孩就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现在没有了 现在女孩生下来男孩生下来都一样了 甚至有的人他不生了 因为思想层次不一样 懂吧 现在女生的地位相对来说在家庭地位来讲 社会地位他依然没有男生高 社会地位来说女孩子的社会地位依然没有男孩子高 但是家庭地位来讲 女孩子的家庭地位依然是要比大部分90% 或者76% 要比男生的地位要高 男孩子呢可能你要去打工挣钱什么什么 你负责挣钱 那女孩子在家里面 你想去做什么 女人要是去那以后 你得认 因为去你身边娶不到老婆的态度 你没办法 女权主义现在确实是比较的强 但是以后也不是说 并不是说就是 就是极端 反而现在女孩子的出生率 女孩子的出生率要比男孩子的出生率要高很多 好 真的 现在 现在的女孩子的出生率要比男孩子要高了 不是所以一定不要当甜狗啊 女权这个东西它就是维护维护 我们一直在倡导一个男女平等 然后 以前的 就包括 就自古以来吧 其实女孩很多 在这个 一些重要的场所 都是不参与的 但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不一样 可能大的一些政务场所 他们依然可能参与的 也有参与的 但是参与管不是特别强 主导还是男性 但是 相对来说以我们生活中来讲的话 确实女性的社会地位 目前来说要比较高 高很多 因为万恶的资本在那里 就光一个你看每年的这个 冲节 元宵节 三八妇女节 情人节 母亲节 有很多的节日 你不管是过什么节 你都要去给女孩子送一个礼物 其实过节是男的跟女的都要过的呀 为什么情人节的时候只有男孩送女孩礼物 为什么女孩不会送男孩礼物 这个要值得我们去深思 要去考虑 对吧 甚至现在有的有的一小部分的女孩 儿童节六爷儿童节 他他妈他还要礼物 你说你跟大人抢 跟老人抢 这个是没有毛病 你不能跟小孩抢 六爷儿童节 儿童节 这是给他们小朋友抢的 总老挨幼 跟老人抢 咱们就算了 现在甚至有一部分的这个女性啊 真的确实稍微有一点过了 连儿童节他他他他都要过 你不能给小孩小朋友抢 是不是兄弟们 是不是这么道理吧 现在也是女权 稍微确实是在有一些层次 有一些人吧 稍微远过 最近网上也报个曝光的比较多 很多一些就是 心里已经有那种 激变了 我没有啥思想 我就是看我自己的观点而已 就是很多过节 其实我就是 包括我们的这个情人节啊 对吧 我们这个七 我们真正的情人节 只有中国的情人节 只有这个七月初七嘛 农历的七月初七 牛郎跟织女相会 是吧 他是有一段美好的家伙 这个话传在这个人世间 几千年的历史 我们去过这个节日 过这个节日的目的是什么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起在一朝一暮嘛 我们在那一天 是两个人共同 共进晚餐啊 美好的事物 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是吧 是为了纪念我们自己 这个坚账的爱情 对不对 但是现在 他不是啊 你只要是一堂到过节 一定是单方面的付出 就是男方给女方一定是付出的 女方这边大多数的女方 或者是大部分的 都是 你为什么没给我送女 你为什么没给我送 他很理所当然的 这个就是在资本在用作 为什么呢 因为男生呢 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理想主义者 他购买一些东西啊 还是比较理性的 他一个相对来说 社会发展到快 就压力比较大 女孩子不一样吗 他是简单的 简单的 脑回路比较短的 我想要 你给不给 到这个时间了 你应该送我 但你为什么没送我 他就是这么简单的 所以这个时候 基本就会 资本就会用各种各 不断的什么 Christmas Day 圣诞节 各种节日来 然后呢 就推出一些新鲜的产品 然后去给他们洗脑 然后他们无限制的去索求 让我们去给他购买而已 是不是 这就是资本的力量 老安哥今天钓鱼嘛 我过半小时出发钓鱼也钓不了 不是女的 根本就不会为别人考虑 一部分 有一部分 这一部分呢 我们也不能就 单纯的去怪他们 因为猛的一下 从社会地位 这样 突然上升到这个层次以后 人都会飘 然后呢 当你的身边的人 大家都是 去盘比啊 吹盆啊 怎么样怎么 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再加上资本的运作 资本 是非常强大一个东西 他一直在运营这个东西 他运营只不过是想购买商品出去 赚取利益啊 男人的钱不好赚 什么钱最好赚 女人的钱最好赚 下来是小孩的钱 再下来才是老人的钱 最后才是男人的钱 男人太理智了 太理智了 就很多男孩子我就不问你们 我问你们 今年已经是2023年的6月份的中旬了 你们今年为自己买过几双鞋子 买过几件T恤 买过几条裤子 你们回答 然后你们有老婆的 我再问一下你们 你们的老婆 从今年的过完年到现在6月份 6个月中旬 她买了几件衣服 买了几件裤子 买了几件鞋子 完了以后我再问你 你如果有小孩的话 你的小孩 这一年从过完年到现在 6个半月的时间 买了多少件衣服 买了多少条裤子 买了多少条鞋子 完了你的爸爸妈妈 买了几件衣服 胜利的人买了几件衣服 买了几件裤子 买了几双鞋 接下来是你 你就知道 这个社会层次的比例是怎么样的 懂我的意思吧 我反正今年 鞋子买了一双 还是我老婆要求一下 我去买的 T恤买了一件 一件还是两件 裤子没有买 这已经是2023年的6月份了 6月中旬了 所以一定是这样的 就我们不要再去考虑 特别复杂的东西 你只要把这一点 你就看明白了你就懂 为什么不这样 就是资本在运作 资本在把所有的节日 你看马上就要618了 618这种 6月18号 新历的6月18号 中国上下 四五千年的历史 有这种节日吗 没有 但是从08年以后 中国进入这个网络销售时代 信息化时代 数字化时代 6月18号 双十一 也是女孩子过节的时候 她要大大量的去购买东西 为什么 资本在宣传啊 平时他们卖11块的 我今天卖10块了呀 你不买你啥时候买啊 啊 你怎样我回归到11块的时候 你买了 看着感觉资本在让你 其实资本是在让你嘛 只不过是为了更好的个酒菜而已 只不过是为了更好的个酒菜而已 对吧 我已经结婚了 我已经结婚了 你就再逼逼你媳妇儿 下回连鞋都不给你们 我老婆不会啊 我老婆不会 我老婆不会 在这一点上面 他花钱有点大手大脚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从小的这个家庭条件是比较优越的 爷爷呢 作为这个校长 父母亲呢又是双职工的情况下 然后都是老师嘛 所以小的时候就有一个优越的环境 他不像我从小吃苦长大 所以我现在依然跟他在一起 我也是 我俩已经突破了七年之痰 依然是在磨合 但是在磨合的过程中 他在随我 我懂 他以前花钱他对钱没有什么概念 为什么自己没有挣过 他不知道钱怎么来 他对这些东西不是特别懂 他没有感受过这种社会的独大 因为我俩他从读大学 我就把他弹过来了 就跟养女儿一样的养了 最后就成为自己的老婆了嘛 所以他不懂 所以我也很理解 但是他通过跟我的接触慢慢的 就包括今年我们收益不是特别好 包括我俩在背影药小孩 整个的这个收支啊 就是支出我们再尽量的去做 他现在也相对来说这一方面做的比较好 我以前一个月三四万 花三四万 两个人在南城的时候 就我挣钱的时候 那时候1718年19年 每个月三四十万的 三四万的一年下来就三四十万 就这么花的 就真多二千都能花的 这根本存不到 现在我两个人真的也不多了 他也慢慢的随着年纪的成长吧 从二十来岁现在到二十六七岁了 慢慢的也就长大了 人一定是你身边有一个 像太阳一样的人 你就会慢慢慢慢的过得比较明朗 如果你有一天 你身边有一个像月亮一样的人 你可能就过得越来越阴暗 就是这样的 你身边的这个人的 所有的一言一行去改变你 我很多的思想我也是不对的 比如说我这个人 可能小的时候比较吃苦 家庭脚脚特别好 就不怎么会享受的人 我跟夏秋风在一起 跟我老婆在一起 我会慢慢慢慢的觉得就是 人活着不管是只为了钱 有的时候我们在挣钱的同时 也要去适当的去享受生活 我父母亲就不行 我爸还好 我妈妈就不行 我妈妈今天六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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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了 他依然会去一天一百块钱 去帮人家种树做绿化 我给他讲他听不清楚的 我说我们在家里多好 然后又不差钱 对吧他俩也不差钱 我也能适当的去付出一点 你可能一天挣一百块钱 我可能一个小时我就挣回来了 我也希望他过得好一点 但是他闲不下来 就是我也有被这些影响到 我跟他在一起 跟夏秋风在一起 我慢慢的一把这些东西懂 人不应该是就完全是在于吃苦 在吃苦的同时 我们也要学会享受 因为人这一辈子 好像比较短暂的 你不能一味的就是说 我一天就吃苦吃苦 那也是不对的 对吧 所以他也在改变着我 我也在改变着他 所以我们性格两个人又比较棒 又容易吵 慢慢的 现在吵架的几率其实很少 我以前跟阿芬吵到时候 每天都吵 现在隔三乍五的吵 甚至半个月一个月了才吵一次 相互成就相互改变 没有一个人就是说已经是优点 一个人绝对是缺点 两个人都是相互互补的 这样的爱情才能走得下去 对吧 对吧 他妈今天这个酒怎么越喝越清醒了 有没有大哥刷个飞机支持一下 咱们把这个二星过了星期一吧 这么点事我记得 看一下 试着一下 今天星期一啊 大家人们 咱们家人们稍微的 杀上那么一杀 有条件的大哥们这个飞机啊啥 蛋 半卡整上那么一整 稍微往前努力一努力吧 啊 阿朗今晚聊的不错 大家支持一下 M跟你带头支持一下 整两张半卡也可以 都哥们儿谈什么飞机啊 我飞机不飞机我到我无所谓啊 稍微得过一过过一过 过一过 把这个二星咱们适当的往前冲一冲 我其实我最近在努力直播 我一直找不到努力的点 不知道发力的点 你叫我出去做户外 我感觉我做不明白 那就陪大家聊会听老虎哥 只能这样吧 打发一下大家无聊的时间 说不定有大哥 适当的支持一下 咱们也看得过去嘛 对吧 一个星期最起码飞机把你打得满 挣个一两千块钱 那一个月到手 有个四五千 那也是一种生活吧 不是说每个人开直播了 我们开直播了 感谢我兄弟小 小啥呀大哥 我们看一下仓 小追 威娃九九 感谢兄弟啊 感谢兄弟的办卡 并不是说我们开直播了就一定要要礼物啊 就是让他刷个十两八万的或者是飞机火箭的 其实这种方式绝对是不行的 就是哎呀 该聊聊该闹闹 你该震的你震 对吧 差不多 我们都 大家都是相互平衡 你假如我天天在直播 每天他妈震个五块八块的我也不下去了 我可能能不饿个三天五天的 你长时间我就不饿不了了 对吧 我可能就就回不到现实生活 你找一份工作了 或者怎么样 大家也是一样 你说我 我家M给天天刷刷刷刷刷刷 对吧 天天刷飞机刷刷火箭 他有他的生活 那刷的多了 他也支持不住了 他就不看了嘛 所以我们就适当保持一个平衡 我能够活 比打工强一点 或者跟打工差不多 你们一人闲了无聊 进来聊会天闹会客 大家花一下时间 他不就行了吗 只要找到这个主播跟水友之间 找到这个平衡的点 这个主播就能永恒的生存 这些粉丝也就可以忍在这个网络上面 开心快乐 对吧 欢迎1243 兄弟嘛 还差一个人头啊 长时间不工作 就不习惯上班的节奏了 你像我这种人 说实话兄弟嘛 就Q13兄弟 你叫我去打工 一个月发四千五千块钱 我真做不了 你早上七点半起来 坐地铁过去 八点钟八点半打个卡 赶到中午12点了 休息一个小时了 又开始上班了 赶到五点半六点钟 坐地铁回来了 我都不知道我一天在干什么 我真他妈干不了 我吵他妈 不是我这个人膨胀了 不是我飘了 我真干不了 你叫我咋干嘛 我真干不了 你假如说我以前我也干过这些工作 早九晚五的我也干过 但是你想我做直播 将近八年了再多 加上WiFi两年 这就将近十年再多 你叫我突然一下回复到正常人的生活 我都做一些时间 晚上八九点钟就要睡觉十点钟 早上七八点钟起来 我最少要半年的适应 半年以内我都适应不了 上班是很绝望的一种事情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对吧哥 我们有什么办法能改变这个东西吗 改变不了 整改变不了 你跟我都改变不了 没有办法呀 你说谁生活上会过得好一点 谁愿意你妈比大清早真的没睡醒 拖着这个疲惫的身体 走到地铁站 刷个两块钱 到了打个卡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一个月真心化了 一个月三十天的时间 我们每天上班的时间八个小时 三八两百四十个小时 两百四十个小时 我们真正用心做的超过四十个小时五十个小时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绝对是有限的 很多的时候我们上班 其实大部分的人 我们大家都在划水 都在哄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哈 我个人觉得 你不可能两百四十个小时 你都是达门鸡血达门激情的 然后在一心的在工作 创造价值 不是的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 在这个时间里面 我们都是在哄的 在划水的 只有那四十个小时 我只是说 五十个小时 六十个小时 我们是稍微桌一桌 对啊 我目前来说 我们打工的占绝大部分吧 就包括我也是打工的 撒个尿 撒个尿 再喝一个喝醉了 我这两天保水吧 哇 再喝一个 喝对了水 再喝一个 他妈 昨天王喝了三瓶 就可能醉出了 今天可能酒喝的太慢了 喝的没反应 今天早上睡到五点半了 明天我想睡到八点半九点半 以后他们没中假 得 南方基本上双修或者大周啊 兄弟 我老水有了一次 一二四四三 你南方哪里的 哪个南方他妈大部分打工的人都是单修吗 一个月三十天能休息四天上二十六天的班吗 哪个地方双修的呀 打工的还他妈双修的吧 你说你是公务员 老师 我认可 大部分打工的干私企的 都你们三六天的班吗 现在 是不是 但是 这种情况应该很很长 就是时间不长了 就是就会得到改善 你比如说当这些 85后以后的人 90后啊 慢慢开始成为社会的主流了以后 我个人就觉得 就会去改变这些东西 很多东西 规矩是人定的 依然是会因为这些人去改变一些规矩的 现在很多的90后 90后的思想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 乘上旗下吧 00后很多的思想啊 你看前两天高考 这个有个小孩子 然后他走出这个高考的听了以后 有记者去采访他 他说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他说我想背下劳动法 然后他就背了一下 我们作为这个 这个叫什么劳动者的话 我们的这个 每天不能超过八个小时 然后 这个 一个月我们应该干多少小时 他就把这个背了一遍 然后 我背这些 的问题是什么 被劳动法的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我接下来就可能要踏入社会了 我想为我自己争取一份 我自己应该得到的一些利益 他就讲这个东西 00后很猛的 是我们90后的思想 就真的是 城上旗下的一个比较尴尬的这样的一个处境 该熬的可能也熬了 以后呢 00后他不管这些的 很多网络上面 现在因为00后已经开始工作上班了 然后 已经23岁的已经有了 2000年的 2000年以后的 对吧 2023岁 然后甚至20岁 他们已经开始工作了 然后 不是前一段时间成都爆出来一个 公司让他们加班 有个00后的 对吧 他直接就 直接就站起来就走了 老板问他你干什么 我下班了呀 我为什么要工作 很屌是吧 我们的思想 一定是在追求个人的这个 慢慢的在去成长 所有的东西 他不能一下子就变得特别美好 就是我们愿望中的 或者希望中的那种场景 但是肯定是在慢慢的变好 这个是无庸置疑的 人他一定是 我们父辈的见识跟思想层次 一定跟我们这一段 他还是有一点点的 代沟跟差距的 等我们这一代 的下一辈 他们跟我们的思想跟层次 甚至对有一些事情 那些事情的处理 肯定是要比我们妥善的 这个就是因为 前数 前人灾数 后人全量 一定是这样的 如果一旦反过来 那就废了 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跟意义了 所有的东西都会向好里面 去发展 只不过需要时间 它比较慢而已 现在0后确实屌 我在网络 网络上看很多 这种典型的案例 就不加班 操 怎么样 大部分你把脑子开除 他就这样 反正我年轻 我有的是谁 对吧 你现在你40后啊 或者是 不是 你40多岁啊 或者是30来岁的 你确实是社会的顶流 对吧 你说了算 等到我这个时代就不一样了 你总有一天你会老 你说了不算的时候 有我说算的时候 它就这种 90后也还可以 但是90后相对来说 它就是就是 城上旗下的一个过渡段吧 但绝对00后肯定会打破 我们现有的一些认知跟改变 他们一定会 因为他们从小生下来以后 00后的话到现在就是20岁嘛 比如说2000年左右剩下的时候 我们的人已经摆脱了 吃饱创造这个问题了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 人一旦就是吃饱创造了 就会追求自己的合法利益 然后让自己的利益扩大化 这个时候才会去改变 你想我们九几年呢 你想我九几年呢 小的时候都饭都吃不饱 饿死得这么 他就不会去考虑这么多的东西 思想层面就限制住了 听得懂我意思吧 一定是00后去改变 啊 越往后面 他妈这些人越点 你说你当老板 你他妈压榨 压榨不了 你咋压榨 他不干呢 他不干他不是一个人不干 他大部分人都不干 对吧 但是以后00后啊 00后啊 00后的社会资源相对来说 可能要比我们要少一点 是吧 因为我们85 其实你 我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哈 85后跟这个 就是83后吧 83后跟你身边有钱的这些 就是现在的社会的 就是那个底柱吧 也可以算是钱力股了 83年以后的到这个93年 95年之前的这些 你身边的这些 基本上稍微就是能上点道的人 不是那种游手好闲 每天就什么吃喝拉撒玩的那种 基本上都有点小潜在现在 你仔细地去观察一下 为什么 因为我们赶上了这个 中国这个经济大发展的这个年代 真的 就是83年以后85年左右这些人 85年到95年这个十年的人 这些出生的人 基本上他们刚好毕业了 工作到这个08年的奥运会了 再往前面的这个网络时代 都是有分到一倍跟的 能赚到一点的 但是以后就不一定有那么好了 是的 00后跟老板说 有本事你他妈开除我 我等着你给我N加1啊 资本没有用了 你信吗 M哥 资本没有用了 资本市场 会随着这个 我们 我们应该不能说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思想 资本的市场 它绝对是 会越来越薄弱 资本想控制这个 我们的他们通过他们自己的手段 或者影响 控制我们人类思想的这个层面 会越来越弱 绝对是这样的 因为以前的人比较简单嘛 吃不饱床不能就想吃饱床 现在不一样了 绝对是这样的 你别安心你看嘛 你看 讲大一点 你看老美嘛 老美每天他妈干这个干那个 他紧张啥呢 他紧张个毛啊 就是困住不住了 收敛不住了 就是他画的饼没有人结了 没有人吃了 慢慢的现在大家都有自主的思想 尤其这个网络信息时代 了解的多 各就是 了解的层面也比较的广 对吧 对你说的对 就大概的某个意思 95年的岂不是尴尬的 95年很尴尬 95年以后出生的 95还好吧 96年以后的 96年以后的 出生了以后 刚好遇上这个 大学 刚上大学或者大学 刚毕业的时候 就是在疫情 中国的房地产崩了 哪有什么社会价值去体现 对不对 在20年以前 这个相对来说 都是有发展进行的 中国可能发展最快的几年 就是08年到16年17年 就是这67年吧 这10年吧 哪发展老快了 你妈 以前他妈 09年的时候你们能做到人手一部手机吗 做不到吧 现在人手两部手机吗 绰绰有余 你就从这个东西就可以理解出来 95年以后 96年就比较尴尬了 相对来说就很尴尬了 错过了网络这个 这个捞金的DEP时代 房地产崩的这个时代 所有不好的东西 包括疫情 全部遇到这一帮人的身上 所以他们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幻想 所以就有很多 像在这个00后 去上班 老子不抱任何幻想 兄弟们我们90后其实也做过了很多 90后做过 真正现在目前社会上面 相对来说中流砥柱的人 不是90后 应该是在83年到87年左右的这些人 因为他们大学毕业的时候 刚好赶上什么 就说的不好听点 你在08年以前毕业的这些学生 06 07 包括05 04 03 这个时候的这些学生 毕业了以后 他们在社会上莫怕共大一年或者两年 刚好赶上这个08年奥运会完了以后 我们这个网络经济开始起来 然后就是淘宝啊 数字化的这些东西 游戏啊这些 捞了很大的一笔钱 对吧 然后 我们这个90后呢 其实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尴尬的 但是还好的是 就是90后 90年到95年 96年之前的这些人 相对来说 他还是 他可能没有吃到鱼的鱼头 但是他吃到了鱼的尾巴 没有喝到鱼 没有吃到鱼肉 但是鱼汤他喝了一点的 95年以后 96年以后 都比较尴尬 因为96年你毕业的话 我现在 就我们就是按三年前啊 因为三年一起 三年以前就是96年 你往前面再推三年的话 就是20年 你就差不多毕业的话 就啥都没有了 是吧 主播 你对我们这些95后的未来 有发展 有什么新思路跟建议吗 完全没有 因为 为什么是完全没有 你就是 按正常的发展的规律来讲 人 就是 你只要是以前的 绝对干不过现在的这些 因为发展快 它不像是以前这个 你说啊我从这个 夏上周干到 这个汉朝 其实大家只不过是 改了一个地方 我们依然是该种地 中地 该吃田吃田 该种粮食 种粮食 该交税交税嘛 对吧 但是自从我们 进入到新世纪 以后 它就性质不一样了 发展的比较快 人的思维方式 发展的快 它不光 就是我们的生活 得到满足的时候 它不光是 就是简单的 但是我们 人这个挣多少钱 或者干多少 我不是这个在改变 而是大脑在改变的 以前的人就觉得 我就应该吃苦啊 努力啊 我家里面三亩地 我就把三亩地种得好了 每天早出晚归 我把田种好了 我就一定能吃得饱 它是这种思想 那分建社会嘛 它就是这样子嘛 现在它不一样啊 通过网络信息啊 人就懂得这个了解 面就比较广 我这个做不成 我做那个 思想层面的成长 才是真正的成长 人一定是就是大脑决定你 你脖子以上的这个东西 你身体的这个叫什么 五分之一 决定了你身体的五分之四 它决定不是 你身体的五分之四 决定了你的头脑嘛 脑子里面有东西想法了 你才会去实践去做嘛 然后才去改变一些东西嘛 对不对 思想层面的真正的成长 跟认知得到见识广泛了以后 你才会去改变它 腾讯啊 不是我们讲一个东西 并不是说去拿一间企业去讲的 啊 或是我们说去腾讯去年裁员三万人啊 或者怎么样 怎么怎么怎么样 不是这么去讲的 腾讯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它只不过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而已 为什么他能把马化腾 为什么能把腾讯做起来 第一个是他有坚强的后宫 啊 第二个就是因为他在过早的时候很小的时候他就了解到 其实在别的地方啊 在国外或者是比较发发达的地方 就有这个东西 从他他只不过把他缘分不断的搬过来而已 他走了别人走过的路 只不过我们大部分的人 不知道有这么一条路而已 而已 就比如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们所有知道的这些港台的这些迷信 刚开始在发专辑的时候 都是拿一些日韩的歌 或者是欧美的一些曲子 经过我们国内的改编 或者是创造一些歌词出来 然后把它发出来 他就成为歌手了 那个歌是他那么朴实的 而已 听得懂我意思吗 真的我不骗你吗 就我们这个网络直播大家都知道吧 你们都天天看直播 我也玩直播 这个东西不是我们的产物啊 这个东西国外很多实在都有了 就到那个时代了 很多一些你就像我们的陈总啊 包括外外的这些创始人雷军啊 是吧 都是看国外有这个东西 然后请了一些 交代码的人把这个东西敲出来 然后就开始做开始玩 然后只不过我们是 中国的人口金属大 量大 力量它就大 然后就把它做起来了呗 就这么简单 我们都是在缘分不动地在搬 别人比我们发达的地方 很多已经就是比我们领先 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不动 就包括这个房地产啊 现在国家不是鼓励二胎鼓励三胎吗 这些东西都是别人做过的 真的都是缘分不动地在办 只不过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懂不知道 阿姨他们知道他们就做了他们就成功了 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兄弟们 你像巴基斯坦 孟加拉这些地方 你现在去那边搞个折播平台 只要是神迹实际成熟的情况下 你依然能在那边像马云一样的膨胀 听得懂我意思吗 他们那边没有这个东西 手机还没有科普嘛 明白吗 四个人五个人 就可能五个人里面有一部手机 或者十个人有一部手机嘛 他有一天他也会就像我们一样 08年以后一样 人手一个手机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是需求了 你把这个国内这些 已经发展过的这些东西带到那边去 就是有钱老的呀 就跟这个是一个道理嘛 我们就是在走很多人走过的路嘛 别人已经穿过了 我们缘分不动搬过来而已嘛 就这么简单的嘛 尤其这个直播 我们大家都自己说 别的都有点夸张 直播大家都知道嘛 那直播本身 就是日韩那边啊 欧美早就开始了嘛 我们国内也开始搞 YY语音聊天软件了 为什么搞语音聊天软件 因为你有那些游戏的从什么 游戏有利用嘛 怎么样搞嘛 然后就搞了这些直播平台嘛 再开始慢慢的修长啊 什么就出来了嘛 就又开始捞钱嘛 很多东西我们都是搬的 就是外国好的项目我们搬过来 然后通过我们自己的自主创新改变 适合我们 它就能发展能生存嘛 对不对 你就包括微信QQ也是一样的嘛 最早的时候没有QQ的嘛 就是叫什么ESM 还是EMS 这个东西都是一样的嘛 这么讲的你们能听得懂吧 这样讲的如果再听不懂我 真的是没办法跟你讲嘛 我们也是个发展中国家嘛 对不对 我们也有落后五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的时候嘛 MSN嘛 对吧 这个那个是一个道理嘛 你过几年你想要没事干去越南呢 去蒙加拉这些是他们手机一旦的问题 你搞个直播平台 你不是说挣大钱吧 劳易比觉得没有问题嘛 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很好的一个 叫什么企业嘛 创新嘛 其实在我们这边已经完烂了嘛 都没有钱赚了嘛 但是贵在国内 所以他就是所有的东西 我们只要是拿到好的项目 国内拿过来以后一定能生存的原因 是我们国内的基数大 这个是一个 就是不是说每个地方 我们把有些东西搬过去 他一定能活得下来 国内能很多东西搬过来以后 我们能活得下来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的人口基数大 这一点涨了很大的一个比例 就跟马云一样捞了一笔退休了 马云没有退休啊 马云儿是在 在自己 在自己非常这个膨胀的一时代 就是 要什么就是呼风唤雨的时候 有一点超出了这个圈圈框框 在超出了这个圈圈框框以后 发表了一些不该他那个地位讲的 你就是商人 你怎么样都是你商人 你不应该聊到一些 不该你聊的吗 但是他聊了 并且他非常的飘 电影他拍开演唱会 搞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的其实已经就是已经有问题了 只不过还没有软住他 其实他并不是说他捞了一笔他就退了 他不是退下去的 他是被搞下去的 他不是一个聪明人 其实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聪明的人 在我看来的 在我看来的 你说一个那么大的企业家 呼风唤雨 对吧 要什么没有 改变了很多东西 改变了中国很多的东西 对吧 然后他后来就开始已经得以忘形了 开始在右股上找真子弹 各种无辜迷信 跟他拍一部电影叫空手道 他做牛逼啊 他这个时候就是 钱已经对我无数倍了 我就想创造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完了以后他开个演唱会 头发扎个脏面 拿一把烂吉他 搞个那个厂门车 唱了一首光明 后来他就没有看到明天的太阳了 这就是得以忘形了 就是你是一个商人 做好你商人分类的事情就好 你可以做到定级 但是你脱离了商圈 跑到真圈的时候 你要注意了 给你那个环境 你能发展的能力 不给你这个环境你就得死 他就是被拉下去的 马云很有能力的人 不是他低调了而已 而是他不得不低调老天 你对马云你不了解 我天天看他 我天天看 他就是在有一段时间就是锋芒毕露的时候 太过了 懂吧 马老师还是非常有实力的人 中国这种企业家很少的 可能几千年遇不到那么几个 真的 真的 有什么不当的言论啊 他在某些峰会上讲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去看一下就可以了 现在你看马云还有 这里啊那里出来吧 也就是马蚂蚁花杯这个事情上面 要准备上市 然后在峰会上面讲了一些大方厥诀 要改变这个改变那个 改变那个 改变的东西太多了 你干脆就不要改变了 下去吧 你换别的地方就改变吧 马云你不管他移民日本还是移民哪里的 他去那边他啥也不是的 但中国他就是领天领地的 时时遭遇兴 你把关云墙关羽不要放在三国 你放在现在 基本上他也就是一介无父 真的 你把关二爷放在现在这个和平年代 他就是个一介无父 你把张飞放在现在他就是个卖猪肉的 听得懂我意思吧 实事遭英雄 到了这个时候了 你刚好做这个该做对的事情 你才能成为英雄 改变 听得懂我意思吗 就到什么时间做什么样的事情 你就把他现在放在日本那里有啥用啊 日本人家都现代化都已经建设完了 是不是 你叫他去干什么 开阿里巴巴啊 搞蚂蚁滑碑啊 让日本人去借钱了 你搞得懂吗 你搞不懂的啊 你搞这些东西人家早就玩过了呀 人家都玩烂了 说的不好听 你移民到那个地方 总是想过得好一点 阿姨嘛 你有钱嘛 你只能改变你自己 改变不了别人 别说了 你们公司搞这么大是几个意思 要不拿两个给我孙子去上班 马云其实挺有能力吧 挺有能力的一个人 也是为我们 老百姓也是创造了很多的 这个就是本来不可能的事情吧 而且比较厉害的一个企业家 只不过就是可能中后期的时候 还是发生了一些没有 没有怎么说来就是 工程生退吧 就只能说慢慢慢慢的就学藏了 当然 你都没有出过国 你咋知道啥情况 出国了的人就一定懂嘛 有思想的人 就像诸葛亮一样的 他坐在那个茅庐之下 对吧 牛逼三起呢都没有出身 他依然懂得天下的居士 有的人你天天在市场上 市井上面活动啊 难道你就一定比诸葛亮牛逼吗 有思想的人 有想法的人 天天在思考到的人 就是不管是在哪里 对不对 他依然在想这些东西 这个就是那种大脑层面的东西 然后难道就出国了的人 就一定会有这种思想吗 不是的呀老天 就有的很多出去了就知道 我就知道 我好不容易出了国了 我要读书了 我要考到博士生研究生 那以后我要回去回国 我要努力加油 或者我不回国了 这边的福利待遇好 就这么简单 他不会想太多 对吧 有的人生下来 他就是有思想的人 有的人生下来 就是形式动物 当主播不吹牛逼 你当怎么当 这不我不是吹牛逼啊 兄弟 吹牛逼这个东西 我可以吹天上 可以吹地下 对吧 我说我昨天跟特小兰军在喝酒 前天跟王母娘娘在下棋 你信吗 你不信吗 对不对 吹牛逼这个东西 你要有一定的根据跟道理 你说的100句话里面 总要有那么60句话是真的 别人才会愿意听你吹牛逼 而不是你每一话都在吹牛逼 没有人听的 你要稍微有一点文学水平 有思想等于吹牛逼你错了 思想跟吹牛逼完全不是一个 吹牛逼是什么 把没有的东西说成有的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成功学 有一天我这个人是仇人 我看到他很讨厌的我 但是我给了他一个亿 然后他后面做成功了 但是有一天 你 我遇到了一个 我很好的朋友 我给他了一个亿 他依然做成功了 你觉得这个时候 这两个人会怎么样 感谢我 好 大家听懂的掌声 这他妈叫成功学 这叫吹牛逼 思想家是什么 可能有一部分的人 就是绝少部分的人 我认为这个事情是存在的 但是大部分人都觉得 不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过了十天或者半个月 或者是十年八年或者二十年 或者一百年 确实是这样的 这个人叫思想家 你们应该读过一些名人名言 比如说谁谁谁谁谁 偉大的军事家 思想家 哲学家 诗人 那叫思想家 思想家是什么 他阐述的一些观念 是有极少的一部分 是人在当代是认懂的 在经过十年二十年 或者一百年两百年以后 确实是这样存在了以后 经过世事都推敲了以后 确实是这样 他就成为了思想家 懂吗 哲学就更广泛了 就更不该跟你们聊了 你比如说孔子的思想 他就是思想家 文学家 教育家 为什么他成为思想家 因为他把这个就是 辱学这一方面 三四千年以前的人 我们现在还在学习他的思想 人一定要去读书 穿了衣服吗 你把我吓死了 读了书以后 这个我会处理一下 没办法 和这个 伟大的思想家 我跟你聊哲学的话 我哲学我还不懂 真的 哲学我还不懂 哲学就更广泛了 我文科生啊 我对这方面有点 那你叫我 我给你丢上来不就行了 阿郎在被孕吧 看你直播 也是一潭似水 不要说我直播一潭似水 我直播活跃得很 我直播这里 我该有的我都有 该吃我都吃得饱 只不过没有一些旺盛 而已 思想家 思路决定出路吗 没毛病 吹牛反正不犯法 吹吧 阿郎没以前的新气了 在豆鱼没有了 在别的地方不一定 说实话 在豆鱼没有新气了 因为我知道 是实事造英雄 这个时代不属于我 也不属于你们 墨主的绿豆汤啊 真棒棒 是丰爱主的马头 铜骨放大 铜骨放大 对就是合同吧 对就是合同吧 和你一句你页掉文字头吧 要看你看什么时候啊 如果说天气非常 极端的情况下 就是比较闷的情况下 蚊子肯定是路的 如果有一点风的话 蚊子是待不住的 懂吗 萝卜那边都只剩五十个人了 那是萝卜 不是我 那是萝卜 不是我 阿朗大学在那里做的 不敢报自己的大学的名号 怕给他丢人 怕给他丢人 还有一个江什么的女的 那叫江玉尔 他本身的颜值区的女主播 后期的主播都没什么流量 都没什么流量 我给你讲 直播这一方面 短视频已经其实进入到一个 我们的斗鱼可能相对来说 现在已经就娱乐直播这一块 已经进入到末端了 听得懂我意思吧 短视频的已经接入到 已经到中后期了 其实发展前行也不是特别明朗 但是如果说现在我去短视频发展 比我们斗鱼来讲的话 效果要稍微好一点 而已好一点 不是说会发展的很好 短视频也已经到了内容枯竭了 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新鲜感的 听得懂我意思吧 比如说你今天买了个摩托车 你今天刚买到 你肯定最近这个一个月或者半个月 你就是每天爱不释手的 你等到你完了三个月半年了以后了 你对这个东西也就是爱搭不利的 人都是这样的 这是逃脱不了的 短视频现在也就是那样了 中后期你说有没有捡紧油 你有一定的能力 依然能在那里面分一杯羹 你说你能大放光彩可能性不大 不要把短视频看的就那么好做 斗鱼就那么难做 不一定 很多你在斗鱼做直播的 你去短视频了 你不一定能发展的好 很多在可能在这个直播里面 斗鱼直播里面 做的不是特别好的 反而去短视频 一鸣惊人 直播一定跟短视频是有差距的 他需要粉丝的转换 你看你怎么去转换 你能转换的过来 你就可以转换不过来 就那么合适 换平台说一声啊 跟着我走吗 对 我不相信 欢迎我M3燃哥 燃哥老进进处处的 你妈大晚上不睡觉的吗 帮我查一下这个 帮我查一下这个燃哥是地址在哪里 燃哥老进进处处的 又是个歧视 不舔一下吧 不好意思 舔一下吧 他又不说话 你早该想办法变现了这么多粉丝 哥哥呀 我的好哥哥呀 咋变现呢 咋变现呢 其实有很多东西就是当局的谜 旁观的情 你们作为水友粉丝 你们看得出来 应该怎么做怎么做 但是作为主播 在那一时之间迷入了 没办法 人呢 很多东西都是天注定的 该是你吃就是你吃 不该是你的 你怎么努力 都改变不了 真的 实话 万秋 万秋啊 阿兰这半年说了好多 我现在140 我今天早上称是 139多一点 我请160 好老婆 我老婆都为了一个理智 你们羡慕吗 喝了吗 不要 你不吃热的上午 我都其实没两个好吃 吃多了不好吃 你就给我吃了 还有四个 还有四个明天吃两个 明天吃不下 感谢M哥的小冰棍 然哥 现在唯一能火的 就是鲜香鸡蛋 有病的宴会 将桌上的素质低下 喝醉了吧 我躲在一宴 我吃它掉呗 苦的 就是很浪费呗 不行了 浪费光荣 真不错 学会了 我吃饭了 我这阴神经常为了四个零食 吃不够了 我问一下,你们帮我看一下这个阎哥地址在哪里啊,每次都来, 来啦,你爸不说话,啥时候让阿峰带我们去看看他们冲的传统节目, 九月份以后啊,我这边房子租到,我就把阿峰回福建来, 哎,大时候咱就妈在我丈母娘家白吃白喝就完了呗,我天天带你们去村里看戏啊,吃大桌饭, 这个荔枝明天就坏了,放了几天了,不然不会这么吃,就是放了几天, 好,有半罐啤酒没喝下,吃豆鱼辣了,问题不大, 我觉得游戏板块没有拉完,娱乐板块,娱乐板块为什么拉的呀,你们能告诉我吗, 树枝底下,都原来树枝底下,都原来树枝底下, 那你们去树枝底下吧,我就走到这里怎么了吗,我真的差点,差点就可以啊, 什么在想,哦呦,龙在想啊,我们下来龙,我在直播你在干嘛呀, 我一瓶一瓶又挣不到我的陪伴啊,我这不是最近他们慢慢变好吗,三星四星了, 陪伴你的母后陪伴我了,那我马上陪伴你,我下坡了, 我不要呗,谁要你这种陪伴,下午要去,快去你们刷个飞机吧, 不然老婆生气了,下午要去,游泳都不去,这时候就是没精神, 老婆生气了,说一个飞机挣不到, 我今天930块钱挣了,这样的话就有个用的东西, 不能那么想啊,我就没想去家里, 主五花,今天总共消费了200块,牛逼啊老婆, 兄弟妹,最近我跟你说,我老婆养我的, 最近我打个马前,今天赢,打马前又赢1000块, 前两天打每天都赢300多,今天赢了1000, 930,今天930,昨天350,每天在养我,这该说不是,值得表扬,值得表扬, 天天在丈母年家不遭烦吗,我丈母年家里就剩我老婆一个, 我跟儿子一样都一直去,是吧,你还把视频发给我妈干吗, 我是米油,我只发给你看,让你看一下, 我是不会像你一样做的事情, 确实,她今天真的赢了900多, 家里面卖点猪肉,卖点菜,我俩的生活开始, 近一个月,今晚都是我老婆在买,真的嘞, 软饭,最近是软饭, 可是非常不错的,她最近,今天党版赢了900多, 昨天已经300,800,400, 然后就维持生活呗, 两个人都是这样的,相互, 你让我挣钱挣得好, 那我就养她, 到时候去搞点香葱直播, 是的,慢慢来吧, 哎呀,谁都不知道以后的路怎么走啊, 我们只能说,好好走呗,坚持着呗, 嗯,对不对,谁都说不上, 真不错啊,亲爱的这么不多啊, 那你现在不是好有钱, 你都不用三四千四五千块钱, 哪有那么,我不要花的, 要花的啊,那你光今天, 今天加明天都一千二一千四千, 都一个月过去了, 我不要花钱啊, 那明天去钓鱼嘛, 你不要给我放这种屁啊, 说的好好的, 第二天就跟死猪一样睡觉, 睡觉啊, 你手给我放干净点, 摸哪里呢, 我摸哪里呢, 我摸哪里,我又不是撑着你吗, 撑着你吗, 你给大家唱首歌吧,来, 娱乐一下, 会让你来唯一? 你不要走啊? 我们呢,